已经凌晨四点半 罗里待在一个爱丁堡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 怎么都睡不着 因为英国正式脱欧的公投结果出来了 脱欧 英国政坛这时候就跟地震了一样 四分五裂 差不多主要的政党 过去一直是在可预测的假设中 运作这个政府的 政府里边有各种的法规 也有各种的制衡 其实在大臣里边 每一个人的权力并不是很大 从罗里出生起 英国就属于欧共体 每个法律法规 贸易协定 工业 移民 这些政策 都是为了适应跟欧盟成为一体而发展起来的 经济上 其实有很多地方已经分不开了 就是你想单独存在已经不可能了 你比如罗里他自己的选区啊 那些牧场的牧羊人呢 就非常的依赖欧盟的这个规则 因为这个规则才保证了 不会被更便宜的外国羊肉 来给侵蚀了 而汽车制造商啊 他制造一个汽车 各种零部件啊 也不是在本地生产的了 那就是很多英雾的一家海峡 甚至有的啊 就是有一多半都是从那边过来的了 数万啊 应该说不是数万 数百万的工人 就是欧洲的那些公民啊 正规的 因为不是英国公民 但是呢 他们可以在英国工作 为这个北爱尔兰呢 带来和平啊 也是因为欧盟 因为什么呢 你英国和爱尔兰都是欧盟的成员 那你天天的打什么边境啊 什么的都欧盟都大统一了 你这边境就没什么太大必要了 所以呢 这种矛盾也被消除了 那你要脱欧了 这个事情估计就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应该说啊 也不能够说不值得反思 因为其实这是英国人 集体的一个反抗行为 也就是说 本来啊 你看啊 官员们都知道这个利弊的 所以很多都是反对脱欧的 但是呢 这个英国人说我们体感不好啊 这就有点像美国人啊 我体感不舒服啊 你天天给我画的大饼 我没有感受到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越来越苦了呀 应该说那一天的晚上啊 罗里 因为罗里是反对脱欧的 他觉得跟好多同事都差不多就是今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啊 他因为要去参加一个就是皇家高地展 就是高原就是有些就是就就这个这个牛牛展啊 拍卖啊就集市这样的 结果呢 他一看过去啊 不是记者啊什么的 尤其当地的记者啊都会来采访啊什么的 因为这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很很大的一个展览 或者是一个集市 一个媒体来的都没有 采访拍照都没有 干嘛呢 全都在考虑那个脱欧的事 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当时他因为要去参加这个展嘛 他搭的是最早的班机 结果呢 这个飞机上啊 他不是得关机吗 他就不知道啊 卡梅隆辞职了 所以这个飞机啊 刚一落地 他一打开手机 天哪 三个团队的 就是不同的这个打编的里边的团队啊 都给他发信息了 首先就是那个高福 这家伙就这个右边这个带眼镜的啊 就说呢 哎 你能不能跟我一块支持这个小金毛 呃 约翰逊 罗里就跟他说 哎 你不是老跟我说 这小金毛不靠谱啊 那你怎么让我去支持他了呀 结果呢 他说我改主意了 小金毛绝对会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首相的 我们确实现在啊 需要一个脱欧派的人 来当我们的 首相 而且呢 我们这个团队啊 呃 也需要你 你才华横溢 是吧 我们过去没有好好发挥你的才能 是不是 就跟当年滑铁炉似的啊 那战役把威灵顿公爵给留在那里 留在后方了一样 这不合适 所以呢 你要同意 那意思 你要同意支持加入我这团队 我以后会重用你 等他回到伦敦了以后啊 小金毛就被 呃 叫就就 不 罗里就被叫到小金毛那个小屋子里了 因为他刚刚回到议会嘛 嗯 那办公室估计也不大 这典型的这典型的就是那种哈哈大笑啊张着双臂就过来欢迎多礼 完了手哗那么一挥 这一下这屋子啊所有的那个座位都被他挥变了那意思随便坐这就是典型的小金毛性格啊 我刚刚找到一本书讲小金毛因为我一直不明白你说我们大家都觉得小金毛反正这外国人嘛我们也不懂内幕啊很喜欢这小金毛怎么就那么不招这些� 就被扒拉下去的 呃反正啊这个小金毛呢就直接特别坦率的就说 我现在下边说的每一句啊我估计你一个字都不信但我真的是想让你到我内阁里来另外呢你就负责啊上欧盟那去各地的飞 撒上一点我们英国的花露水 其实就是那意思你去负责这个具体的托误实相的 说完了小金毛就坐回到自己位置凝视着洛丽 洛丽其实呢挺兴奋但是也很震惊他就使劲掩饰着啊 等到 洛丽啊回到选区去检查他们那个选区有一个洪水那个大坝维修的工程的时候啊更多的电话打过来了全是让他站队的 有一个呢就说嗨你看啊咱俩好朋友我建议啊你应该去支持那个特雷沙梅 过了没一会儿又一个议员打过的电话哎哎哎咱俩朋友吧我真的建议你应该支持特雷沙梅 结果这个洛丽说那我也得见见跟他聊聊才行吧我不能说你们这一建议了我就跟着走吧 回到伦敦到了国会洛丽呢就到特雷沙梅的那个办公室啊外边不是有一个那个秘书室吗在那等着 然后就看见啊他的一个秘书把一双鞋呢哭吐哭吐就踢到了自己的一个办公桌下边 从那张那双鞋那个夸张的颜色洛丽就知道百分百他老板的鞋 估计啊这高跟鞋呢走累了换了一个什么平底的鞋就把那鞋呢先让他给弄到屋外边搁着 完了他就踢到自己的办公桌里下去了 这特雷沙啊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fashion model 时尚大模特非常懂得穿搭 所以记者啊什么你看给拍的照片啊全是他各种的尤其他的鞋 他特别会买鞋跟他的穿搭呀就怎么都配 反正就是人家一照就全是你一看一搜吧就全是特雷沙梅全好多这个 呃被领进去以后啊发现呢这是一个特别像 维多利亚时代公爵的一个图书馆天花馆特别高 完了呢屋子也特别宽敞 壁纸啊一看特雷沙梅很有品味 选的啊巨讨人喜欢就是又很低调又很欢乐 现任呢他是特雷沙梅这时候认的是内政大臣 哎这时候呢就踩着这高跟鞋啊就又过来接这个楼里 额挪多姿然后就示意坐在这个位子上吧就不像约翰逊啊 哎呦你随便坐你挥手啊坐就这啊也不跟你说你你愿意坐哪坐哪 哈哈其实我真的喜欢他的性格但是我我等我看完这本书咱们再说吧 现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洛利亚呃六年里啊其实只跟这个特雷沙聊过两回 一次呢是他特地请洛利亚在查室好好跟他聊一聊就是针对阿富汗啊 呃这个毒品怎么这个解决啊这个战略啊有什么建议没有 聊了也就半个小时吧但是他听的特别特别认真 呃可是啊这洛利给他提的就是说让英国啊少就是减少鸦片的生产 这不就那边就不需要因为这个原材料是需要这个的嘛 这个他对这个建议就有点不幸福了我也觉得洛利这个胡说八道 你就是他的意思就跟那个大象是你不买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你看这个鸦片啊这个或者说麻醉剂啊这是医学上还有很多地方要用的 你你就为了打击那边的这个东西你让这边来说别生产那你你拿什么代替吧你没有可代替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洛利啊确实挺幼稚的你看他那长样真的人有这个相貌真的挺挺反映人的性格的 还有一次是特雷沙梅啊跑到洛利的选区当时是为了一个筹款晚宴啊他还特地去参加的 可是呢因为大概太累了你想又在跑咚咚咚坐火车都得八个多小时到那了啊显得特别的疲惫 洛利还说呢哎哟你你这么着可不行你得多休息当时这个特雷沙梅还对洛利感激的笑了笑 嗯那个笑容和那个疲惫啊确实让洛利至今难嘛就觉得这个女人挺棒的 今天呢当然人家就有一点就是那个权威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哎接待啊我觉得这洛利真的小心眼儿 他用的那个英文词啊叫Royal 那就是君主般的权威强硬哎呀 你看他那个小心脏他又受不了了他那个小心眼儿你知道吗就是觉得人家好像给他摆官架子了那种 他能当到这个官我都觉得真的挺难得的了人家得多宽容他他那小眼儿但是他好在什么呀 他真的就在他的这些文章里边把他那点小心思那点小心眼儿还真的都跟你说出来了非常可爱 呃这也是比较珍贵就是说他尊重历史就是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 反正呢这个特雷沙梅对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英国怎么削减国际援助 结果呢罗里说好像不应该削减吧我们都脱欧了那我们怎么去跟世界来显示我们对世界还是有承诺的我们还是一个大国呀那这个援助是一点不能少啊 特雷沙梅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又问他你觉得外交部需要哪些改革吗 从这啊其实能看出来肯定就是特雷沙梅在如何来组建他未来的内阁里边 这个罗里一个是可能当外交部长国务卿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国际援助的这个部长 他在这里边选择他听听你什么意见跟他能不能够哎有吻合或者你这个人适不适合 因为大概这两个部门罗里他他觉得罗里有这个qualify有这个资格随后呢这个特雷沙梅就把罗里给送出去了 这个跟小秦毛啊完全不同特雷沙梅一句暗示都没有就说我将来让你当什么啊 因为小秦毛直接就说了你就负责脱欧去全部你就满处飞去吧你就谈去吧 因为你得跟一个一个一个国家去聊啊去谈啊各种的这个谈判妥协都有啊的各种条件啊钱啊什么都得谈 呃可是这一次的会面让罗里觉得啊这个女人与众不同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 首先啊他呢嗯有个性能看得出来呢他很严肃可能也有一点沉默寡缘没那么多的呱啦呱啦呱啦跟小秦毛似的哇哇哇的这胡说八道的而且用的词 你看小秦毛也爱写书嘛你看居然形容你你去飞吧把那个到处去撒英国的花如水 哈哈哈哈哈哈爱用形容词啊 嗯 后来啊呃呃洛里呢就坐在 这个图书馆里边就英国的外交政策呀这些问题啊 其实他是可能想当这个吧反正给特雷沙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提议呢就说如果啊我要负责脱欧这个谈判呃 或者外交政策啊 我建议呢 我愿意我们全家都搬到布鲁塞尔去 因为你要是 比如说你要负责这个吧 你要为了探亲 你要顾家庭啊 你还得老得回来 我干脆我就全家我都搬过去 我全全的 全新的去负责这个脱欧的谈判 就有点像当年啊 有一个就这个老头 就是右边这个 他叫叫什么来着太的 反正就是负责这个叫什么 癌症的一个计划 那老头就是全身心的就都投入这里边了 当然他这个长信里呢 他也把自己的优势说出来 就是你看 首先我是反托欧的 那么呢 我去跟欧洲人聊呢 人家就会觉得呢 跟我聊起来没那么敌意 会更舒适一些 谈起来呢 可能更方便 因为啊 罗里其实在跟特雷沙梅聊天的过程中 他觉得 其实特雷沙梅是非常在意 谁会让这个欧洲人会觉得舒适一点的一个谈判的人 他在找这个人选 到了晚上啊 到了晚上啊 Golf继续又给他来了一个电话 那意思呢 就说星期四早上啊 小金毛要开发布会了 嗯 你呢 你呢 到时候一定要出席 结果啊 星期四是到了 罗里呢 也没有应那个小金毛那个团队的申请啊 就是说督促嘛 你既然想支持啊 你看看你能不能写一个专门文章啊 因为那个 罗里他不是在很多博客上 还有Facebook上老写 抓着文章啊 说就是支持小金毛嘛 罗里没写 所以那天星期四呢 他也没去 可是啊 有一件事让罗里特别的大吃一惊 这小金毛发布会的前一个小时 这家伙 Golf自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啊 我认为小金毛不适合现在当首相 我自己要去竞选去 哎呦 罗里一听 我的妈呀 你这昨天还晚上还跟我说 让我支持小金毛去出席 那小金毛的发布会呢 他一句暗示都没给我呀 哎 可是呢 你看 他现在好像组织了一拨人 要开始就是反对小金毛 在大厅里啊 正好碰到小金毛的弟弟 中小金毛 就是中约翰逊 其实这个他们兄弟俩没像别人觉得的那么的亲密 而且这个弟弟啊也一直淡化跟这个哥哥的关系 因为他是反对脱欧的 但是这次啊 这下首相辞职了 这政治危机了 一下子唤起了他的家族荣誉感 加上好多人又攻击小金毛啊 所以他就愤怒的对这个 嗯 嗯 罗里啊俩人朋友们就说起来 说这这哥夫不就开始叛变他们啊 说包里斯比他们的任何人都要伟大 更比这个高夫啊 要好五倍都不值 可惜啊 嗯 到了后来呢 这个选的嘛 小金毛也没选上 是那个叛变的哥哥哥哥夫也没选上 特雷沙梅赢了 嗯 投票之前 罗里斯一个表态都没有 就是我到底要支持谁啊 他确实跟谁都没承诺过 其实啊 他自己承认啊 就是这首相的辞职太突然了 他一点时间准备都没有 他也没有时间去思考得失啊 还有去分辨这些人到底应不应该 我应该投谁啊 这些啊 那奔哪个阵营去 他都没有好好时间去想一想 他后来慢慢的琢磨啊 但是因为时间太紧了 就两三天的时间 这卡梅龙和特雷沙梅啊 应该都算是现代主义者 比起那些保守党右派来说啊 更接近one nation 就是欧盟共同体的 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中间派 其实罗里觉得自己啊 跟他们的理念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呢 就是卡梅龙跟你聊天啊 永远或者他出事方式啊 有点那种轻松愉快啊 那种啊 特雷沙梅呢 是属于那种内敛 比较认真的 当然这特雷沙梅一上来 也算是大臣吧 那小圈圈里的啊 直接是就是调离岗位 而且还给降了级了 也就是说过去你是正部长 现在呢 我给你比如调换了一个部 但是呢 你当的是副部长了 这内阁重组啊 你能看出来 现在的重组的这个范围 应该算是广泛的联盟了 也就是说里边偷派 反托谋派都有 卡梅龙这么快的辞职啊 罗里确实是挺至今的 不过啊 他后来才明白 其实他觉得他没有坚定的支持 卡梅龙 他有点后悔 因为他觉得卡梅龙算是 英国政治中就有的 那种自由主义秩序的 一个最后一个人 当然这个自由主义啊 有优点有缺点 但是呢 以后估计就是越来越右啊 与小金毛相比啊 卡梅龙呢 要比小金毛更勤勉 更诚实 也更尊重国会 另外呢 反对党他也尊重 应该说卡梅龙这一任期 他奉行的就是多元化 这个社会自由 再加上有一点点的保守主义 任期中啊 其实他是让有少数亿这个背景的当上了议员 而且呢还给提拔了 也就是说这些人未来肯定没准能够当上大臣的可能的 另外呢 他也被同性恋结婚呢立了法 在这个国际援助上啊 直接这个金额也增加了一倍 像苏格兰后来不是闹独立的时候 他真的是跟其他的政党是广泛的一起合作 才弄的这个苏格兰闹独立啊 就直接就流产了 再一个呢 就是在尊重公务员上啊 他确实从来没有调取过什么各种的身份认同啊 文化认同这种斗争的 应该说他是一个言行非常一致的一个多元化主义者 可惜当时啊 他辞职的时候 洛丽还有点小情形 一点遗憾的感觉都没有 大概就是因为他老觉得这个卡埋隆处理外交上啊 有问题 比如而且在应对什么金融危机上啊 也不够坚定 另外呢 就是奥巴马质疑阿富汗的这个 不 奥巴马处理阿富汗的这个战争这事啊 就是扯军扯军啊 道歉道歉哪这种事啊 他也没质疑过 因为洛丽是 不赞成马上撤军的 说你可以慢慢的你先扶着把它扶着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它扶着的起来嘛 再一个呢 他觉得卡埋隆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一点准备都没做过 而且对什么叙利亚利比亚的处理啊也非常的不当 嗯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强大的攻势应该也说判断上失误了 当然他承认啊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侠爱也就是说卡埋隆执政的这六年对他不是特热情也没好好的提拔他用过他反正怎么着吧他觉得呢像特雷沙梅这种比较内向又很认真严肃的风格确实吸引了洛丽 他觉得这个女人要工作的话比他跟卡埋隆合作可能会更自在一些 好